今天來講川島方子 他是大清國愛心絕羅家族的格格 年幼時堂哥溥儀退位 父親安排把他過給日本的結拜兄弟川島浪述 之後改名為川島方子 他從養父那裡學到許多特務 以及政治滲透思想 養父也安排他跟蒙古王公通婚 試圖推動滿蒙獨立運動 不過政治婚姻維繫不到三年 回到川島家的方子 相傳被養父強暴 導致他開始認為 肉體不過是用來生育的工具啊 相傳他也因為這些因素 開始換上男裝 梳起西裝頭 而後他協助策劃滿洲事變 間接促使滿洲國建立 成為滿洲國安國軍總司令 讓很多人認為方子就是個漢奸啊 其實他自己也很清楚 自己是滿洲人也是中國人 所以他常不按日軍指示擅自行動 甚至批評日本中央擬定的大陸侵略政策 日本於是軟禁他 失去了軍政大權後 他經營飯店東興樓 或許日本及重慶國民政府情報 據說表面上他把情報給日本特務 但這些情報都是他變造過的 他又暗中把日本的戰略情報 偷偷送給了國民黨特務頭子代曆 天皇投降後 國民政府開始進行漢奸清算 他為了脫罪說自己是日本人 無法用漢奸罪定罪 不過這個時候養護霸氣登場 故意強調他不是日本人 是個中國人啊 於是他被以漢奸罪起訴槍決 結束了他非常的一聲